2023东市林场萤火虫季这天起正式开跑 园区与黑吃饮为主 4月中旬是最佳的观赏期 高峰期数量可达2、30万只 东市林场表示 虽然这些日子没有下雨 但园区与人工失地的方式来富裕和繁殖 尽量将萤火虫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张化县长王惠美和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等人员 共同敲下响罗 为2023东市林场萤火季宣告正式起跑 林场预估4月中旬是最佳观赏期 高峰期数量可达20到30万只 那即日起一直到母亲节 刚才是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这个旺盛的期间 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在母亲节进行 可以去东市林场来走走看看 富裕萤火虫水资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水资源水分足够才 萤火虫才有食物可以吃 所以我们在过年前那段时间发现到没有下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人工在补水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量也不会少 东市林场表示 园区以黑赤银为主 虽然这段日子没有下雨 但园区以人工湿地的方式来富裕和繁殖 配合自然生态工法营造漆地 因此有信心 今年的数量不会受太大影响 所以我们多利用我们的河川的一些溪流的水 来做漆地的灌溉 所以对萤火虫来讲 我们采用今天做萤火虫的开裸活动 预计在今年的四月中旬 萤火虫会大爆发 平常这边腹地有200多公顷 也有很多小朋友的油漆设施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我们东市林场 中午就可以进来 来走走我们的最新的一个林象步道 川林步道 然后还有我们的体训场 来这边做一个亲子互动的时间 最近完成的探索秘境 还有一个川林步道 这两个步道长度300米 各300米 而且整个林木非常充裕 尤其在林间走动 可以听鸟叫声 可以看到穿山甲的洞 东市林场表示 夜间萤火虫导览时间 是晚上7点开始 4月份来 白天正好可以漫步园区步道 来观赏油桐花 安排一趟丰富的生态旅程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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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